水果包装盒打开一看 却是一颗颗石头 原本满心欢喜 以为换到了限量版球鞋 却是惊喜 瞬间变惊吓 Po出爱鞋和同好交流 卫先生在脸书上的球鞋交易平台 和网友换鞋 事后却发现 不但没有换到鞋子 自己换出具一组价值12000的限量球鞋 竟然还遭到对方拿去社团拍卖 网友肉搜发现骗人的 就是这间台中知名私立中学的学生 以高升学历文明 被称为是最强私中 自由学生却做出如此行为 校方说学生只是一时好玩 他现在当然是很后悔 那为什么这么做 我们就他陈述 他就是一时好玩 Po上鞋子照片 价格像这样的球鞋交流社团 FB还真不少 拍卖以物易物都可以 但是缺少了第三公正单位的监督 只能靠网友自己把关 也屡次传出交易纠纷 这次网友一时好玩 却让自己背上了诈欺最弦 一点也不好玩了 记得李梦章作为一只黄金样 在台中的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